嗨大家好我是水瓶小姐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呢是我的2024自我介紹家QA 其實距離我上一支 就是真的完全是在 否自我介紹的影片已經是 兩年前左右 就是我剛滿五百訂閱 還是一千訂閱那個時候 做了第一支的QA 所以我上次就在IG QA募集了以下這幾個問題 如果你剛好是新加入的觀眾 或者是對我這個人非常感興趣的話呢 那我們就繼續去看下去吧 好首先先說我的名字 我叫做水瓶小姐 星座是摩羯座 沒錯我是摩羯座 但是我是上升水瓶座 而且我自認為我自己比較水瓶 所以我就自稱水瓶 才叫水瓶小姐 家庭成員呢有我爸 我妹還有我 我是姊姊然後我們家有 一二三四五 五隻貓 五隻貓都是流浪貓在台灣的家 然後今年是我來日本的第六年 去年我剛結婚 我的老公叫做乾哥 那為什麼他叫乾哥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姓錢 乾坤的錢 某次我在IG直播上的時候 因為在取這個綽號之前 我都是只是叫他男朋友 但我的觀眾還是覺得 我應該幫他取一個綽號 這樣大家可能在影片上面會 對他這個人會比較了解一點點 我就跟觀眾分享他的姓氏 很特別這件事情 所以觀眾才幫我學了一個綽號叫做 乾哥 但那時候呢 因為還沒有結婚 所以我就跟觀眾講說 你們先幫我保密 不然如果新觀眾或者是 他可能沒有長期一個在追我影片的朋友的話 可能突然發現我有一個人他叫做乾哥 可能會造成誤會 所以呢直到我結婚之後 我才公佈說其實有這個綽號 然後他的由來 所以大家現在才就是統稱他為乾哥 這樣 我的工作呢是服務業 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他雖然是美容諮詢顧問 就是我們還有經過檢定 然後會有別增這樣子 那至於我在哪一間公司上班呢 其實我有透透透透透透透露在影片裡面 然後甚至是在IG 我是完全的公開的 但為了避免如果我之後可能離職還怎麼樣的 我就不要在這支影片正式的說 我現在救贖哪一間公司 如果大家對我的工作有興趣 或是想知道我到底在哪一間店的話呢 歡迎追蹤我的IG 接下來也是很常被問的一題就是 我的MVTI 我的MVTI呢 我之前有發過限時動態 我是冒險家 他是ISFP 然後我自己比較意外的是 我是內向型的人 但的確我不是那種很喜歡跟朋友出去ham out 或者是結很多朋友 或者是很喜歡多人聚會 或者是多人行動的那種 我比較喜歡是一個人 兩個人到三個人 我就覺得已經差不多極限 然後我差不多吃個午餐 吃個晚餐 我就差不多想回家的那種 其實內向這兩個詞 我自己原本誤會他說 是那種不太喜歡講話 不太懂得跟人家社交 但好像不是 是內向的人好像比較習慣 或者是享受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我的確是比較偏這樣子 其他的話呢 我就是比較感覺型的人 看心情做事的人 所以我才覺得我自己比較像水瓶座 好接下來呢我要來回答QA 我都有寫在我的小本子裡面 其實這也不小 其實我沒有分類 我就這樣子整個一起回下去 第一題 想當全職Youtuber嗎 這個問題呢 我也被很多我周遭生活的KOL 或者是Youtuber 或者是我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 我自己也問過我自己這個問題很多次 但我到現在目前答案都是 我不想當全職的Youtuber 但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拍個片就可以賺錢不是很好嗎 以我自己來說 我還是喜歡 真實在社會上面跟人對話 但其實Youtuber這個工作 要講我其實可以講一整集 因為我是算是半個嘛 所以我自己也體驗到了 真正在公司下面工作的狀態 跟自己要去創造 要去拍這些影片 要去把這些影片 真的編輯出我腦袋想的那些畫面的過程 是多麼多麼的辛苦 然後多麼多麼的花時間 我不敢說我的影片是有多專業 還是我的內容有多豐富 但是起碼你們在Vlog裡面看不到的時間 我全部都在編輯影片 或者是想一些題材 更不用說是那種 後面還有養團隊 常常想企劃 常常在創新一些主題的Youtuber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由衷的佩服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是完全沒有吸收 是一直一直的創造出去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內耗的一件事情 所以目前的我呢 應該是不會當全職的Youtuber 我還是比較享受在現實社會中 然後賣產品給客人 跟客人聊天的那種感覺 我還是比較喜歡服務業 接下來是短期的目標跟長期的目標 我天哪 我好像不太是會想長期目標的人 我就算有寫手帳 我也只會寫短期目標 你們知道我的短期目標有多短嗎 來你們可以聽聽看 定期斷舍離 定期打掃衣櫃 這就是我的短期目標 然後還有 早點睡至少要一點錢就上床 哇這個到現在都還沒有達成 不要為了減肥而運動 而是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我現在自己講完我都覺得 這根本不是短期目標 這應該是長期目標吧 像我Youtube今年的目標 是想要達成五萬訂閱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難 第一潮關卡的時候如何度過 其實第一潮的時候呢 我很喜歡一個人 像我上一支影片分享的是 我一個人去福岡旅遊 然後不用特別一定要去哪裡 或做什麼事情 我就一個人去住膠囊旅館 然後去吃我很想吃的美食 然後就這樣回來了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自己再重新調整自己的心態 重新再出發的一個過程 那每個人當然不一樣 但我自己是不習慣跟人家抱怨 我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或者是 一直跟朋友打電話聊天 那種人 或是打Line 我是會喜歡一個人靜一靜 然後聽音樂的那種人 意思都是自己剪片嗎 花多久時間 如何安排工作的平衡 我跟你講這真的超難的 我都是一個人自己剪片 我有想說要請剪輯師 如果你有在應徵剪輯師的話 請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是可以Gmail我 我真的很需要剪輯師 但是我又不知道要如何找起 就是我連找的這個動作都沒有時間 真的非常的扯 所以呢 我的影片都是由我自己剪的 那影片需要花多久時間剪呢 其實一支生活的Vlog影片 我覺得剪輯時間是最久的 因為上傳上去的影片呢 例如說我現在是抓20分鐘左右前後 就是沒有像以前30分鐘25分鐘那麼的長了 因為我覺得觀眾還是會看得膩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快節奏很容易膩的人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片段都講到重點 然後有跟大家分享到我想要的東西 但是把多餘的片段我就想把它剪掉 就是比較有節奏感一點點的Vlog 但你們看到的影片呢 大概都會是從例如說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甚至是兩個小時以上的片段剪出來的精華片段 從真的初剪到真的上傳影片的時候呢 可能都要花10個小時以上 不會低於10小時 就是以我的生活Vlog來說 但是如果是像這樣子做著的 一個有完整企劃的 會有草稿的 就會比較快一點點 因為它畢竟是比較有正解 但生活的Vlog呢 是完全沒有正解 你要怎麼剪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可能今天想要這樣剪 明天想要那樣剪 就會你知道 然後如何安排呢 我自己覺得我安排的蠻糟的 基本上都一直在工作 例如說我白天要出去上班的時候呢 就是白天工作晚上剪影片 或者是休假的時候 白天到晚上拍片 然後晚上睡前那段時間 再繼續剪影片 我剛剛說一支影片要花10個小時的是 我不是一次就剪完10個小時 就是像我每一天上班下班之後 那幾個小時就剪 休假中間我有時候會去咖啡廳 你們看到我剪影片的時候 那就是我在中間 找到時間就趕快又再剪影片的時間 會想去其他國家獨旅嗎 會 我超想去加拿大的 但是 目前還在存錢中 而且 他 乾哥不太放心我自己個人去加拿大 因為第一有點遠 第二 語言可能我 英文也沒有照特別好 所以他其實蠻擔心的 他是 不太支持我一個人獨旅 去那麼遠的國家 所以目前我們還在溝通中 然後我也在存錢中 成為youtuber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的心路歷程不是那種 呃 我為了賺錢 所以我拍影片 然後想企劃 的那種心路歷程 我的心路歷程 主要是乾哥 看到我非常喜歡拍影片 然後記錄一些小生活碎片 他才跟我講說 那你還不如把它剪成一支完整的影片 上傳到youtube看看呢 就算沒有人看的影片 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有自己的一個回憶 有點像是把它當成雲端儲存影片的概念 所以你們會發現一開始我的影片都不會露臉 甚至是沒有講話的影片也有 那就是我最開始 純粹拍攝的那種影片 然後一直到 真的陸陸續續有觀眾在看 得到一些觀眾的一些建議 例如說 可以多講話 開始講話之後 你可以露臉 露臉之後呢 你又可以怎麼拍 然後你又可以更新什麼設備 然後或者是 你要有字幕 我們才比較好看清楚 所以呢 才造就了今天這個頻道 好 說到後來呢 主要是感謝乾哥 然後跟感謝你們 來日本後最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我覺得是 講話的語調變得比較溫柔 我常常收到很多觀眾留言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講話非常的溫柔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是一個語言 他有一個自己的情緒跟氛圍在裡面 那日語本來就是比較輕聲細語的那種語言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在講中文上面 也變得非常輕聲細語 甚至是不太會捲舌 還有很多人誤會我是南部人 怎麼和日本人交朋友 其實我沒有刻意一定要交日本人的朋友 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 我不是一個很常跟朋友抱怨 或者是很常跟朋友分享我最近事情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 交朋友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也不太是一個壓力 因為就是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甚至我覺得 跨國這種東西很難交到真心朋友 除非你們是真的在同一個生活環境 例如說你們就是同一個公司 你們是同一個學校出身的 你們有你們的共通點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一個聚會的場合 或者是一個唱歌的場合 認識朋友的朋友 然後你要再跟他成為比較好的朋友 我覺得那真的的確有點難 但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要因為你到國外然後很孤單 所以你對交朋友這件事情 給自己非常大的壓力 我覺得不太需要 因為每個人希望的東西不同 例如說你是喜歡多人聚會 唱歌去喝酒的那種 那你自然而然就會有朋友朋友的要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散發出來的感覺就會是那樣子 但你本來就不是一個很社交的人 像我這樣子 你是比較內向比較喜歡獨處 只是你覺得你有時候還是很很孤單 想要在日本交一個朋友的話 我覺得你不太可以為了這個去找朋友 如果你是以這種有目的性去找朋友的話 很容易到最後受傷的就會是自己 就像談戀愛一樣 好接下來還有很多人問說 乾哥是什麼工作 他工作呢其實是IT產業 所以呢他只要有一台電腦就可以工作 然後他自己還有經營不動產 所以呢他現在手上是兩個工作這樣子 我自己最喜歡的穿搭博主 我把他們的IG或者是Youtube截圖貼在這邊 做過哪些工作 在台灣的時候是髮型設計師做了兩三年左右 然後膩了之後呢就來日本 來日本就先做我最喜歡的服飾銷售員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的美容顧問 如何下定決心轉職 你要問你自己你到底喜不喜歡現在 如果你不喜歡現在的話 或者是你看不到你的未來的話 我一律都建議轉職 因為其實轉職這種東西呢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因為 你不想再碰到機車的上司 或者是你不想再碰到很難相處的同事 主要是你自己的心境轉換 如果你在考慮轉職的朋友 請想想我現在說的話 這句話雖然是非常簡單帶過 但其實非常的深奧 會辦婚禮嗎?有打算規劃嗎? 婚禮應該是不會辦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麻煩很花錢 而且我不是一個社交的人 所以對婚禮這件事情來講我蠻色恐的 就是我不喜歡在那麼多人面前 然後you know 所以婚禮這件事情我應該是不會 我連拍婚紗都沒有特別大的夢想 反而是乾哥蠻想拍婚紗的 反正婚紗這件事情呢我們就還在討論 但婚禮應該是不會辦啦 而且因為我們家長就是跨海嘛 所以我覺得要辦起來也真的蠻麻煩的 會規劃嗎?我應該是不會規劃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台灣人 什麼時候入住新家? 我們去年呢剛好抽籤 剛好買到我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但因為它是預售屋 所以它是2025年的春天左右就可以入住 所以還有一年左右 為什麼會搬來日本? 為什麼會搬來日本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做髮型師的工作做到我覺得有點膩了 再加上我看到前輩大家不是開學院去教學 教課 不然就是自己開店當老闆 但我自己好像對於美髮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的有報復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未來 所以我就放棄 然後那時候想說那我就出去走一走看一下世界 至少有個語言 回來台灣之後我是可以多 比較多的選擇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想 所以我就直接離職然後來到日本 那來到日本就很新人的是在語言學校讀了一年半之後 面試 就面試上了前一個服飾銷售員的工作 所以呢才一直在日本待到現在 如何學口說? 首先你的口說要好 聽力非常的重要 你必須打開耳朵去聽大家講話 所以呢一開始我在學的時候呢 我身邊沒有太多的日本人 因為是在語言學校嘛 所以我是看日本人的youtube 然後你可以選你自己喜歡的主題 例如說我喜歡美妝或穿搭 那我就看那一系列的影片 然後聽他們去介紹 有時候你可能看字幕 可是你後來聽到後來 你大概會對某些詞 對於某些句子的表現 你會更加深印象 所以才會造就 聽力好 口說也會好這件事情 你常常聽 你自然而然就會發那個音 或者是你自然而然就會有那個文法的表現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增進口說的話呢 我覺得你必須先練習你的聽力 然後去找一個你喜歡發音的一個公眾人物 例如說youtube也好 廣播的電視主播也好 你可以去學一個人的發音 然後去練就自己的那個音感 我覺得這很重要 然後這也不是一個瞬間可以練好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也是這樣下來 也是經歷了六年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急 就是慢慢的去練習聽力開始 然後去練習口說 甚至是聽然後重複跟著念 聽重複跟著念 我覺得這很重要 有計畫生小孩嗎? 會想養寵物嗎? 生小孩的話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喜歡小孩的人 然後養寵物的話會 我們會買新家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尤其是東京很少有可以養寵物的地方 如果是有的話不是租金比較貴 不然就是比較老舊的房子 所以我們會買房子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養寵物這件事情 所以養寵物是絕對會的 什麼時候再開代購? 如果你是新進來的觀眾 你一定不懂什麼叫做代購 其實呢有一陣子 我有開我自己的一個網站 然後裡面是代購 主要是代購我自己影片上面介紹的一些衣服 或者是飾品 例如說可能其他代購不會帶到一些商品 或者是其他代購不會帶到一些品牌 我會在我自己的代購開 我自己使用過 或是我自己的按用品的一個代購這樣子 我大概開了半年左右 沒有真的很久 但是真的太累了 你要說代購是完全虧本嗎?也沒有 但是我自己累的原因是因為 每天在包那些包裹 然後去買那些貨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一個人真的有時候會忙不過來 再加上我是正職工作 所以呢我就 目前代購是屬於暫停的狀態 會不會再開呢其實也不太一定 有可能我有時候會突然開也不一定 或者是我自己開團購也不一定 反正呢如果頻道 我有請到編輯或者是我自己 工作上面平衡好一點的時候 我可能會再開代購也說不定 反正大家就可以隨時follow 或者是敬起期待 買衣服的頻率 其實我買衣服的頻率呢 每個月應該都會買 我的化妝品是完全看心情 例如說看季節 現在是春天 我又去買了RMK的眼影跟睫毛膏 但是衣服呢我真的就是每一個月都會買 但是就是看買大品項還是小品項這樣子 例如說只是襪子啊或者是背心可以疊搭的那種飾品 或者是主要 夾克外套襯衫大品項的話 就不一定這樣子 但是我基本上每個月都會買 看品項所以價格也不太一定 只是我自己覺得很可惜的是 我不是完全正值的KOL 所以我沒有辦法很即時的一直分享我的穿搭 三分之二的時間都還是在工作 還是穿制服的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我的衣櫃 其實有一些衣服 一年穿不到一次 甚至是沒有穿過的那種新衣服 都覺得他們蠻可惜的 好最後一題 會想念台灣的食物嗎 最喜歡的台灣零食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不太想家的人 在京都獨履的那一家 這支影片好像就有講過 我不太是一個 喔好想吃那個東西 然後很想回台灣 好像不太是 但是我非常喜歡吃的一個零食 是芋頭酥 芋頭酥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歡吃的一個台灣甜點 可以這樣講嗎 然後它也就是小泡芙的牛奶口味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QA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回答幾題 反正呢我就把一些 我這樣子大概滑過 非常有印象的題目 全部都抽選出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還沒有追蹤我的IG 或者是Youtube的話呢 也歡迎追蹤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日本的生活 或者是一些美妝穿搭分享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正職工作嘛 所以你有可能 在路上遇到我 或是在我工作上面遇到我 有些觀眾是從以前就追蹤我的IG 所以發現 欸我在哪間品牌 我在哪間電商辦 所以他們會特地來找我 然後有些觀眾是 欸在逛街 無印間就看到我 就說 請問你是水瓶小姐嗎 的那種狀況也有 但是不管你是 以什麼樣的狀況遇到我 甚至是 你是非常非常想 見到我的觀眾 我都非常的歡迎 然後要拍照也非常歡迎 只是在工作場合 我們就盡量不要去干擾別人 我曾經遇過幾次 非常有趣的畫面是 他們就是特地來找我的 可是他們特地來找我 就算了 他們不是一個人來喔 他們是可能帶一整群朋友 或者是一整群家人 然後就開始跟他爸媽介紹說 這就是我在追蹤的Youtuber 他叫做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很像變成 見家長一樣 一個一個這樣打招呼 這樣子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也蠻尷尬的 因為畢竟 我還在上班 所以呢 如果大家來找我的話 就低調一點 然後也不用帶零食餅乾 お土産給我 你們就來 然後我們就默默地拍照 這樣就OK了 影片最後呢 還是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以上 我們回答到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